嗅嗅三人行 今天这个文道来了 还有咱们的美女作家崔曼丽 刚才我听见有人说 说你们三个怎么都穿得这么黑 我觉得套用一句唐山大地震里的台词 人家日本遭了那么大的灾 咱们也就别花红柳绿的了 你这日本你刚从日本回来 他在日本这个打禅七 在日本的寺庙里禅修 你一离开日本就闹地震 这也不能这么讲 是11号回来的吗 对 但是问题是这种事情 日本反正一年都挣个好几回 其实这次可是史无前例 当然但问题就是说 你平常就算听听证 你不觉得太稀奇 所以你不会太有印象 觉得说我哪天去 其实很多游客平常去日本旅行 都会遇到地震的 对不对 你没想过这个问题 很多游客去都遇到地震 然后他们去了就发现 为什么看到身边的人 明明周边在晃 看到很多日本人仍然很镇定的 该喝茶的喝茶 该买东西买东西人家很习惯 因为从来没稳当过 就一直在震 对对 所以日本一直有这个感觉 就他从来都觉得自己是在汪洋大海之中 怒涛之中的一艘非常危险的船 叫日本玩嘛 他们叫自己 所以这可以解释 他其实挺有这种末日感 没错 是吧 包括很多日本 你看村上春树写的书里头 我觉得就有这么一种末日感的印象 他这个日本的很多作家都曾经自杀过 包括像川端康城 戒穿三岛游记夫 太宰志 戒穿龙之戒 都是非常好的作家 然后最后都是自杀 自杀 对 而且你说的这个 我还想起他讲这个三岛游记夫 就是你看 咱们说这个末日到来 末日感 有的人的这个末日感是什么 是精神性的 就是说我相信的这一套价值 我信仰的这一套体系 如果我觉得要完蛋了 那么对我来说 末日就来了 你像当年三岛游记夫 他就是说还是要搞拥戴天皇 武师道这一套 这一套他发现在日本没有 没落了 没落了 然后他还企图发动武装政变 最后的大家都笑话他说 三岛游记夫 你这个疯子 然后哪知道他当着一帮军人 发表完演讲之后 他跟他们几个叫 成立了一个秘密结社 对 盾射而盾会 进去之后他就自杀 自己切副 拉个刀子 旁边有个人戒错 旁边有人戒错 戒错那个人也跟着自杀 旁边那个人戒错 砍头 砍了几刀 都没砍下来 疼的这个三岛游记夫 都要咬蛇自杀 然后就跟他说 快点使劲 就说这种死制已决 就是 其实你包括后来像王国维 他们这也都有这种感觉 就觉得自己整个宇宙 整个秩序已经灭亡了 吧 就中国延续2000年 这个王国的秩序已经破坏掉了 那就干脆就死了 咱们怎么从日本地震说起这个末日感 这个你解释一下 大地震一出来 你发现没有 这个世界上规律性的 必然流行这个末日论 最近这个世界上很多地区 我看中央台还出来解释 就是说有个叫太平洋火湖 就是这太平洋环地震带 确实是进入一个活跃期 但是另一方面来说 你讲这个末日 有种叫人类中心主义 他们讲海啸和地震 只不过是发生在了人群稠密区 就是把你的房子给淹了 所以你产生这种感觉 可是有些时候 你看我这些竟收到这样的短信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看 文道说我这个联系 2008-512大地震 这加起来是多少 2025 日本这个九级地震 2011加3加11 2025 可是这种说法 这种臭巧当然很容易臭 而且它非常的有偏见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不要忘了 从2008-2011之间 还出了过什么地震 海地的大地震 你算不算 智利 对啊智利的地震算不算 新西兰的地震算不算 对不对 这就是很有偏见的一个选择 还有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我们经常说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 我们弄反了 世界是不会消亡的 地球永远存在 只是人类的一个末日 会不会到来而已 真是 地球也会亡 因为我们知道太阳迟早会有变化 地球也会变化 但是问题就是说 那又怎么样呢 哎呦 这佛教徒看法真是不一样 本来什么事情都会变 对不对 这是无常吗 对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 我觉得啊 你有没有觉得就说这个人类至少说这个有时以来啊 我觉得这个末日感呢是人类的一种情意结 是一个一个心结 他你看不断轮回的出现 包括你像作家 你看这个世界文学史上 就这种末日感充盈的这个作品呢 包括这样的典型性作家都非常多 实际上就是说可能人在一个极端的时候 他才能唤起这个 你平常或者说你可以和日常生活脱离开来 你就真的可以站在离自己比较远的一个角度去审视自己 就人就一个是会反思我跟世界的关系 或者我跟自己的关系 我跟他人的关系 基本上这是人的一个三个最重要的一个主题 那你陷入在日常的繁琐的平庸的生活当中 你不大会想 而你只有把自己推到那个极端的状况下 我的时间空间将在某一个点终结 那ok我的生命怎么办 我为什么觉得就说这个人的这个精神世界 咱们说我最近又重新读了一下弗洛伊德 这个弗洛伊德 还有后来跟一个弗洛伊德 后来有一个叛徒 他认为的叛徒叫荣格 两个心理学家 弗洛伊德 你看认为人在童年的时候 很多伤害会被你压抑在这个潜意识里 但是荣格就觉得说 潜意识里的不光是你个人的 对还是集体的 他就提出一个概念叫集体无意识 比如说他们研究神话 研究宗教 所以为什么我就觉得 我能感到这个集体无意识 按说日本大地震跟我个人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可是为什么我也觉得就是好像 这几天就是心里不太愉快 我不知道是一个气氛还是一个什么 但是我就讲 比如说荣格讲的 他们为什么很多心理学家就是说 弗洛伊德是研究个人 你今天的毛病 跟你的那潜意识里边的一些伤痕 有没有关系 荣格他们是研究人类早期的神话 包括宗教传说 说为什么假如人类是一个人的话 你们共同的潜意识里头 比如说为什么有大洪水的传说 因为特别大的灾难之后 可能冲击和伤痕是留在你一个集体的无意识里 也是久久不能忘怀 比如说圣经里头或者什么里头 包括中国古代神话都是大洪水 大洪水 诺亚方舟 一直到今天2012也是拍大洪水的记载 是因为当时受刺激太厉害了 所以一万年你沉淀在你的神话里不会忘记 你看日本大地震几乎同期 最近研究出来了 最近英国的一个研究机构发布了研究报告 就说大西州一直在传说叫亚特兰蒂斯 对传说这是当年的一个文明 大概我一看1.2万年前 那是中国夏商周 就比那个更早的多了 1.2万年前的一个文明 说现在知道所谓的洪水淹没 这个研究机构发布是海啸 所以咱们想起这次日本 说当年实际上是被海啸吞没 对 所以你刚刚讲到 但是问题是这也跟文化相关 就比如说日本的这种末日感 又特别强烈一些 所以你看70年代的时候 他们就出过一本书叫日本沉没 后来不是拍过电影吗 那是非常畅销 而且是很奇迹般的畅销 最初一出来的时候没人看好 后来越卖越好 那你看日本沉没里面 他这个意识啊 就为什么会他这本书那么畅销 就为日本人完全分享 那个你讲的集体意识 就都觉得日本会完蛋 都觉得日本会沉没 那而且他们真的是 那个沉没的感觉 就觉得日本真的像条船一样 所以日本每次遇到打击 地震天灾海啸火山爆发 还有能源危机 都会促使他们做一个很大的 一个集体的学习跟转变 但是我觉得这也很有趣 就是每一次这种危机意识一出来 他就必然有个学习 他一学习他会进步 比如说像板神地震的时候 日本政府非常糟糕的 反应很缓慢 但这一回你看到他比当年 十几年前进步很多很多 对那他讲你讲这个学习很有意思 实际上我们也就是我也听到过 很多说法说是大洪水啊 在远古时期的大洪水带来了觉悟 然后新时期文化的产生 由此产生了文明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 我想有这个末日情怀是不是 也是人的一种自发的一种学习 对很有可能 可是好玩的地方就在于中国人的末日感 并不特别强 中国文化里面真的有曾经鼓吹末日将要来临的那些说法 几乎都是后期的受佛教影响的 像白连教啊 像这些才会就被我们认为是邪教的组织 正统上觉得是邪教民间迷信 但是中国正统像儒家 基本上你看到儒家很有趣的 他是不讲末日的 对就算道家也没有什么很强的末日感的 就中国是很罕有的一个民族里面 末日感不是特别强的一个民族 而且中国呢就还讲好死不如赖活着 而且中国比较重视这个现实 但是呢你看啊 在中国比较这个好像高端的这种文化当中啊 他也有一个挺怎么说你说挺牛呢 还是挺惨的这么一个东西啊 就是他有一个天地不仁 他把人呢看得很小 他会觉得人的生生死死算什么 所以他们有人讲什么水浒传三国演义 你发现里这个里头其实有一种什么价值观 千万人头落地 仍然是几度夕阳红 这个时间空间的洪流 这个天地道只要在 人的生生死死不在话下 中国也有这么一种东西 对啊 所以这里面就好玩了 就是说中国好玩的东西 咱们留广告之后再说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闻到末日这么好玩了 因为说像中国人会讲天地如逆旅 人生如过客 他这个里面有这个时间观念是天地不会灭亡 天地是存在的 刚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出口 我们人是来来去去 死了一代又活一代 死了一代又活一代 对不对 但是时间本身不终结 所以中国人特别多那种历史沧桑感 比如说走在田野上看到一个某一代人留下来的石碑 然后就写一首诗 然后就看到这个从诗经就开始有这样的诗的存在 对不对 那别的文化很少写这种就说钱都关于前代人的这种记忆 哎呀 沧海桑田的怎么样 所以中国人不会觉得时间本身会终结 但刚刚我们讲那个末日是什么 我们讲那种末日像特别是基督教文明 伊斯兰文明 这种一神宗教天启宗教 你就注意到了 他们老讲末日 对天启宗教 他的时间观是一条直线往前的 而这一条线是有终点的 到了那个终点之后 不只是人类灭亡 是整个时间都没有了 世界没有了 那中国人是人类会灭亡 但是时间存在 永恒 永恒的 他讲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我就想起 他刚才讲时间是一条直线 我就想起西洋的绘画 它都是这个透视 就是它是这样一个点到一个间 而中国画它是散点透视 或者说它就是画我对世界的理解 我理解那有高山 我就画一个高山 我理解这有小河 我就画一条小河 它几乎不是按到一个直线下来的 对它的时空观念 西方人那个时空观念是有局限的 就他会觉得这是有终点的 有个消失点的 有个vanish point 但是中国人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中国人很奇妙 我觉得中国我们的思维方式 使得我们不容易太强的末日感 末世感其实不是特别强的 真是我也觉得就是当然中国电影 肯定是有题材限制的原因 对你比如说这张艺末拍个世界末日 可能国家也不允许 没说 但是仍然我觉得有个思维方式 你看好莱坞 几乎所有最大票房的电影 是不是里边都暗含着一个末日情节 甚至包括阿凡达 这都是有关于一个星球的存亡 一个物种的存亡 不光是2012 甚至我前几天看他们那种吸血鬼 就是到最后就是人类全变成吸血鬼了 只能夜里待着 白天出来车都得照上那个罩子 就不能见阳光 人变成他们的食物很少数 你看他们那个想象 你看太多的好莱坞店 这就是包括咱就说这个文学作品里 我就发现西方人挺巨暗思维 两次世界大战 每次世界大战之后都带来这么一批作家 你看你最典型的海明威 他们就认为就说 好像他们就会觉得一看到 这世界大战打到这个程度 人类迟早要玩完 就没有什么活下去的价值 他们都有这么一种意识 你也是作家 我问你 你最早看见日本大地震这个消息 你受什么刺激 我其实看的 我想会有两种感受 一个就是基本的 比如我觉得挺难过的 就觉得很难受 另外一个我也在想 就是说 就是如果我身处这样的一个民族 或者我身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 就是我日日夜夜可以感受到 那种灾难即刻会来临 那我想我的生命 我会让它在最短的时间内发光 发出它的光彩 然后那真的是死亡对我来说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怎么在死亡来临之前 让我的生命变得 没有遗憾 没有遗憾 或者说它有一个特别的光彩 你这就说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思考过的问题 就是假如明天就是末日 我们应该怎么样活着 而且这个问题跟明天我就要死了是不同的 对 假如说我说明天我就要死了的话 因为我知道还有别的人留下来 也就是我的家人 我爱的人 我爱的这个世界 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这个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就你想大家陪着你死 对吧 我从小就有一个事情困扰我 就是我有时候坐在马桶上 我就想 人有一天会死的 然后我觉得我不能容忍的就是我不在了 你们还好好的 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 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如果大家 我觉得如果大家广州话的蓝局 要踩踩踩 就广州话说大家一块走 这个我没那么怕 不会的 因为我们中国人会想说你死了之后 那是百代人在吗 对不对 就不会 就百代新亡继续下去 但是问题是 我们刚刚讲那个末日非常颠覆的地方 就在于你所知道的一切都没有了的话 你会怎么办 比如说如果说我们很多人在乎我死了 我注重身后名 你如果是现末日 你没有身后名了 对 你如果是末日 你说末日前 你说我要留下好的东西给儿子 你儿子也跟你一块死在一天 你怎么办 所以末日这个东西 为什么大家那么执迷他 就比如说像一千年前的时候 千禧年 上一个千禧年 欧洲也有很多人觉得世界末日了 跑到山上面 然后集体跳山 那么死了 我觉得在文学上面 艺术上面 大家喜欢他的一个理由 或者执迷他的理由 就是他是个很好的思想实验 他把我们人类跟人类文明 放在一个非常极端的处境 对 在这个处境下 你会想到很多 你平常不会想的事情 是不是 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的 你爱的一切都跟着你 从一天走的话 人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人会不会变成禽兽 在这个时候 还有什么道德可言吗 什么叫做高贵 什么叫卑贱 很多这些 你平常不会想的问题 都能够在里面做思想实验 哪怕包括像2012 这样的好莱坞大片 他也要做一个思想实验 他要想到说 如果世界末日了 只有某些人得救 怎么选择 谁得救 比如说选择精英 谁有权力来做这个选择 对吧 可以吗 对不对 这事太引发仇富心理了 是 然后另外一个 我就觉得就是 刚才我们讲这个 就讲中国人 就文道讲 我觉得他 这个中国人很奇怪 就是 他有一个阴阳观 他阴阳观就是能量 可以转换的 西方物理学也讲 就是宇宙虽然从一个点 变到无穷大 但是他能量守恒不变 所以我就刚才想 就是说 如果我的生命 发出那种特别的光彩 它到底要转换成一个什么 就是可能我会想 世界末日来临了 我的生命跟所有的一切都消亡了 但是他或许会转换成一个什么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就是中国人的这个 有一个古诗嘛 叫什么 武朝身与名俱费吧 不费江河万古流 对 你看他信仰 就连名声 这世界毁灭 连名都传什么青史流明 青史都没了 但是呢 江河万古流 对 这个宇宙的洪流 对 所以这就说到雷锋精神了 对吧 最得救的 把有限的自我 放在无限的这个 为人民 当然人民也没了 就是放在无限当中 就是一直以来 就是把有限投入无限 这是一个永恒的招 没错 虽然我也不知道怎么操作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刚才我说到唯一得救的办法是把有限投入无限 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办 怎么操作 闻道友到行 对吧 对 就是把你淹了 你看实际啊 像司马迁就很明显了 对不对 怎么样把有限投入无限 在中国古人的里面其实很多具体操作方法 就是你要 因为你知道你会被消亡 你的朝代会消失 甚至人类历史会消失 但是当你在某一点上契合于道 或者要效法天的时候 那时候你就投入永恒了 比如说我看以前我们读史记 读太史公秩序 你最觉得悲壮感人的就是最后 对不对 这书写的那么费劲 那么大部 写完怎么办 长诸名三 你想想看长诸名三是怎么回事 就是他不期盼 起码写出来是这个意思 就不期盼读者 就放到山上 将来谁来发掘他 有没有人看灯 那就不管了 海啸一来 那玩意儿也淹了 也淹了 但是问题是这就叫什么呢 就是后来像沈宝珍悼念郑成功写的 就是缺憾还诸天地 是不是 你是有缺憾的 这个人一生是最会有遗憾的 但是缺憾还诸天地 那就够了 那就行了 你看我上次在三连那儿 看见他们介绍一个人的这个书 就是一个外国人 研究幸福 咱现在不都爱聊幸福吗 他说这个幸福感 他觉得他找到一个幸福感 他说这个幸福感总是往往发生在 你觉得你 融汇在一个比你更大的东西当中 所以他说这个人 本质上是个能量团 或者一个信息流 你得想到你不过是个DNA的一个载体 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滚滚的洪流 你只不过是其中通过你啊 所以每当你感觉到你 你融会在这个洪流里的这个时候 你获得了一个延续感啊 我死了 没有关系 我的DNA 就是就是 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怎么操作 就是你宗教体验就有很多嘛 比如说像印度瑜伽 现在很多学瑜伽 那你知道学瑜伽 学到后来不是只做动作 还要做各种的静坐 那他们会体验到 凡我合一的境界 就或者是你天主教的灵修 或者要佛教某个阶段的做 才你会感觉到融入无限 这是所有文化宗教都有的 就透过各种修行 你能够体验无限感 那个所谓的艺术创作 也是把有限的生命 变成一个无限 因为不管隔多少年 多少代之后 可能会有读者 或者会有怎么样的人 通过你的作品 和你心心相应 这个是超越血缘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道传下来了 对啊 对吧 这个道传下来了 没有